生命中,越来越多的人,渴望一份懂得,人与人之间,没有懂得,是最贴心的安卵,也没有懂得,才能走进彼此的内心深处,懂,试图往心里的桥梁,引起共赢,走进内心,你若懂我,无需太多言语,并能看懂我所有,因为懂得,所以包容,因为懂得,所以心同,懂得,让心与心没有距离, 让生命彼此疼惜天化,懂得,不需要太多解释,不需要那么多小心翼翼,一份懂得,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相通,最深刻的感动,人,总有脆弱的时候,不需要太多语言,累了,有一个拥抱可以依靠,痛了,有一句关怀可以舒缓,即使两两相望,也是一份无言的喜欢,即使默默思念,也是一份踏实的喜爱, 人,总要有一个地方遮风避雨,心,总要有一个港湾求气靠暗,最长久的情,是平淡中的不离无情,最艰辛温暖,是风雨中的相依相伴,幸福,就是有一个读懂你的人,温暖,就是有一个愿意陪伴你的人,懂你,是了解你成功背后的艰辛, 是清楚你坚强背后的不屈,是明白你所有不义的付出,是心疼你所有的坚持,懂你的人,从不会喧弃你的性格弊端,因为他知道你一路走来经历了些什么,懂你的人,从来不会妄自评判你的缺点不足,因为他理解你言行背后所有的苦衷, 懂你的人,也许不在身边,但一定在心里在生命里,爱你的人未必懂你,但懂你的人一定会心疼你,一句懂你,便温暖了一段岁月,一句心疼你,便感动了一个生命,一个懂你泪水的朋友,胜过一群只懂你笑容的朋友,一个能介绍你不足的朋友,胜过一会儿你看得见你优点的朋友, 人这一辈子,能得遇几个真正懂得自己的人,所以这个世界很嘈杂,但却很寂寞,你不懂我,我不怪你,但是余生,我想做一个懂你的人,正是因为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不被人懂的滋味,所以我想做那个懂你的人,但给你一句最切心的安暖相伴,我相信,懂得,是一种难言的柔情,入线入贝,入骨入嘴, 即使不言不语,即使山高水远,彼此的心依然贴近,心心相惜没有距离,懂得,是发自内心的圣意,无声声有声,有些人,无需相识,却能通过一段话,一篇文字,明白彼此的心情,并且从此先动内心, 虽然隔着一张平,一本书,一页纸,却因为懂得,跨越了那山高水远的距离,至此,便成为了那个可以抖进自己内心深处的人,有些情,无需轰轰烈烈,却能深深铭记在心底一辈子,虽然时光神斩,青春不在,因为懂得,所以,无论相隔多久,相聚多远, 对方必然是那个不管是开心,或是悲伤,都可以在心底为心拥抱的人,真正的懂得,不是相邀,也不是牵引,更不是逼迫,而是实实在在自然而然的明白,这样的明白,无关风月,无关功力,甚至无关风雨也无关情天,真正的懂得,不必言语,不必刻意,有时,只需浅浅一个微笑,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, 真正的懂得,不必解释,不必逃避,有时,只是一段清洁的文字,一声淡淡的饭后,真正的懂得,是一种心情,一种欣赏,更是一种心灵的默契,其实,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无间不存,平时的淡漠,无非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,只有遇到疼你的人才能善然落泪,碰见懂你的人才会敞开心扉, 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懂得自己的人,感受一份心与心相通的幸福,所有的可恶有人懂,一切的努力有人止,一杯热茶,暖的是真,一句懂得,暖的是心,最真的拥有,是我在,最美的感情,是我懂,这一生,且让我许你一份懂得,帮你安暖流年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